要说对不起 也是我对不起你们家 反正我现在 必须把笑笑带回家 真的要带笑笑回家 为什么呢 怎么样做 才能让你满意 二十万 二十万都给你们家 白白的给你们 不用还呢 你还要怎么样才满足呢 行 你要走是吧 你走 你自己走 我告诉你 笑笑呢 就必须留在我们家 因为她是我们刘家的种 是刘伙的儿子 是我薛东纳的孙子 必须得留下 你管了 我跟奶奶不哭 妈 刘优优独的孙子 你电话想很久了呀 是你接 还是我接呀 进进进 喂 你好 火气公司 好的好的 我一定转告 谁呀 诗相总那边 让你晚上去指挥部开个会 又要我去开会 我才刚回来让我去开会 他是耍着我玩是不是啊 谁去啊 刘总 安先生不是说过了吗 他现在负责最后的审查 所以必要的沟通 是需要的 好了 刘总 不要被负面的情绪所影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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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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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虎 你在哪里啊 怎么了 本来我想在电话里跟你说的 可是说不清楚我就过来了 何雨琪今天突然跑到物馆办 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孩子不是你和刘虎吗 我当时就慌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后来呢 后来我就想把孩子带回娘家呀 可是你妈就是不同意 你说怎么办呢 就何雨琪这种人 她能把孩子抢走 带她去做亲子鉴定 你信吗 云云 娘 你现在回家 不管用什么方法 把孩子带回你娘家去 我来跟我妈说 要不要看一生 感觉那么冰冷 被告人同建国 上述五项罪名成立 处以无期徒刑 一切都不完整 离开你就无所适从 离开你就同步余生 要怎么平衡 孤独的体温 我竟变成无可救药物的人 难过的泪流满面 要怎么遮掩 想念在发言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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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遇见浪漫的春天 好好 你是哥唯一的亲人 今天你过生日了 哥向你保证 从今往后 再也不让你受到别人的欺负 还有 不管你以后干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哥都永远站在你旁边 都力挺你 谢谢哥 你还没说刚才许了什么愿 我呢 就希望哥的身体 永远健健康康的 然后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最重要的是 你要赶紧找一个嫂子 然后我们快快乐乐地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哥答应你 哥现在开始给你礼物啊 猜哪个手 这个 确定 那这个吧 哥 不 说 我哥谢谢你 我真好需要一辆车呢 是吗 谢谢你啊 喜欢吗 喜欢 你的思念 寒冷的极限 可是再也能遇见 那温暖的春天 像总 这是我们火旗公司的资料 您看看 不用看了 我对火旗公司的了解呢 已经很清楚了 那很好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呢 我知道你是火旗公司的副总 也是刘火的合伙人 但是好像你们跟同建国商业上的来往吧 所以这次很抱歉地告诉你 我们可能要取消这次的合作 你什么意思 你是故意为难我是吗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向来呢 都是一个公司分明的人 而且 我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原则 商业谈判 无非是利益交换 我有值得让你跟我交换的 你想知道吗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那我就自己说说吧 我知道毛牙和流火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你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呢 可一切 我警告你 别胡说八道 当然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是胡说 我也在等待检测报告 而这一切流火并不知情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的话 这个重磅炸弹如果抛出去的话 你说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说 喂 刘医生啊 DNA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好的 我马上过来拿 谢谢啊 潇潇 潇潇 你真快点回来吗 我好想你 快点回来吗 快点回家 快点回家 我真的好想你 我好想你 一切都是你自长的 以前怎么说你不相信 现在好了 坐着发呆吧 我说他 你还护着他 保护着他 替他说话 现在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他眼睛里有你吗 他有没有把这个刘家 放在他眼里呢 你不要再念了好不好 我就要念 我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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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清醒为止 我还没告诉你了 我还没告诉你呢 今天早上更恐怖 一大早 毛鸭鸭 哇 把这门 砰一打开 把笑笑 像发疯的眼睛 帮 包出来 我追来门口 拦都拦不住 他把门一关 孩子把我走了 我叫他 回来回来 你都不理我 啪 甩门就走了 他把我当什么 他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他在吓唬谁呀 不要忘记 孩子是我们刘家的骨肉 三年两头的 把我们笑笑抱回娘家 这算什么呀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做妈的 你说说看呢 他不过是抱他的孩子而已嘛 有需要生那么大气吗 刘火 刘火先生 你的肚量还真大呀 我告诉你 如果 如果你要保护你妈妈 不要让你妈妈再受委屈 不要让你妈妈再受那么大气 请你好好地管管你的老婆 好 我管管她 我一定让她为这件事情 给你一个交代 谢谢 我现在就打给她 请 你儿子的 我记得 快点 佑琦 我们见一面 来 杨阳 喝杯水 看西威这孩子 几天没见又长了 杨阳 你这两天怎么了 你看你这状态 魂不守舍的 你说你一个结了婚的人 天天往娘家跑着 干嘛呢这是 这是我自己家 我还不能来啊 这不是关心你的吗 跟哥说实话 是跟刘伙又闹意见了 还是打算跟向辉和好啊 哥 你在说什么呀 就算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男生都没了 我也不会跟向辉联系的 好不好 那就好 我这不是也是担心你吗 我跟你说 这小子不是东西之呢 千万得跟他撇清关系 行啊 哥你先去忙你的去吧 我现在真的好烦呢 杨阳 这一次我支持你哥说的 你嫁出去的姑娘就拖出去的水 你都已经嫁着人家流火了 别老往娘家跑了 流火怎么想 流火的妈妈怎么想 妈 不是这回事啊 你们都不知道 我 我一下子也跟你们说不清楚 我现在小小回房间了啊 老婆 你在这儿干嘛呀 到处找你也找不着 电话也关机 你怎么了 先回 我哥盼了 他这后半辈子 都要在牢里度过 我该怎么办 童话 你也别难过了 咱们不是已经尽力了吗 这一切都怪何雨琪 我一定要杀了他 你能别这么极端吗 何雨琪纵使有千不该万不该 但是你哥做的那些事情 不都是事实吗 你杀了他管什么用啊 我不管 反正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妈 还没睡啊 我哪睡得着啊 笑笑睡了 睡了 我现在心好乱呢 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现在向辉回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笑笑这个秘密 能够再留火他妈那满多久 谁不担心啊 谁不担心呢 可是现在都乱套了 我也真的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来帮你解决了 妈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 当初就不应该怀着笑笑 嫁给留火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世上没有买后悔药了 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芽芽千万记住 不管什么结局 千万别伤害无辜 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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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什么事啊 那个 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 咱们俩之间有什么 拜托不拜托的 有什么事你就说嘛 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放心 我一定会做的 那个 明天开始你可不可以 不要来公司上班 为什么呢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原因 让芽芽一再地误会 让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 芽芽也太小气了吧 虽然之前我们是男女朋友 可是现在我们只是 工作关系而已啊 而且我也绝对没越线呢 她不会连这样也不放心吧 是她对自己没信心 还是对你没信心啊 随你怎么说吧 总之你不要来就对了 芽芽跟你不一样 她没有你那么强大的内心 她现在是我的老婆 也是我最爱的人 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刘火 是不是在你心里觉得 芽芽芽才是这个世界上 心里最脆弱的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跟我提出这些要求 我的感受是什么 她是你最爱的人 那我呢 我又算什么 我们在一起七年的感情 难道连一点点爱都没有了 连一点仅存的回忆也没有了 对你而言 我何有其不算什么 居尊 我来再去 我来 刘火 我来 我来 刘火 我来 我来 刘火 董想老师,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哥 童话 你怎么瘦了呀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我没事 都是你说苦了 你看看你 我没事 童话 哥不在你身边 要好好照顾自己 哥 你放心 向辉回来了 他会照顾我的 向辉回来了 童话 你要听哥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谁都靠不住 何宇其实 向辉未必就不是 你一定要靠你自己 独立起来 哥 向辉他靠得住 他会像哥一样地照顾我 他和和辉其不一样 童话 你把我刚才视乎了我 要和辉其 担见我一次 哥 你怎么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想着他啊 他把你害得那么惨 那种女人不值得你爱 这又是何必呢 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呢 还有我送了你一个这么大的礼物 我希望在以后合作上 向总你能给我行个方便 我不信 我坚决不相信 笑笑不是刘火和丫丫的孩子 事实就摆在面前 虽然现在你不敢接受 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是萌丫丫 我没想到 她能穿着这么大一个秘密 骗了这么多人 何悠心 你也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只希望火器公司能顺利通过七星旗酒店的审核 你是想拿这个跟我做交易是不是 也不能这么说 我也希望孩子能跟亲生父亲在一起 毕竟刘火不是她的父亲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毛丫丫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的意思你懂吧 你只想让我帮你让丫丫离开灵魂 一箭双雕是不是 不是 向总这么说话可太难听了 我想跟刘火在一起 是因为我真的爱 难道你就不爱毛鸭鸭了吗 我这个人做事很理智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向总 你知道吗 主任 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忘记把钥匙给你们 我现在送过来 等一下 这么大冷天呢 在楼下干嘛呀 我来接你跟孩子回去 我妈真生气啊 不是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我得回单位 我还有点急事 单位不就是我家吗 雅雅 我跟何雨琪说好了 就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她都不会再来扰乱我们了 你跟我回去吧 你带着孩子不能躲一辈子的 我也不想躲呀 你以为我想回娘家呀 可是刘火 你想过没有纸是包不住火的 我都跟你说了 何雨琪已经来问我了 已经开始怀疑了 你说怎么办 我们总得想个解决办法吧 那怎么办啊 跟我妈说事实啊 我怕她受不了了 可是这种小心翼翼 偷偷摸摸的日子 我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怎么会过不下去呢 不是还有我吗 我真的懒得了 我真的想去 那她对了 我真的想去 我都想去 帮助她 这种事吗 是不想事 我真的想去 我真的想去 你 我真的想去 你 我真的想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没见 天天惦记着你的吗 你惦记我 我看你是惦记着我的钱吧 瞧你这话说的 哪能这么说呀 有什么事赶紧说 没事我走了啊 你看我天天操心替你办事 你倒还挺不耐烦 真是那什么姚吕洞宾不实好人心啊 那向辉的事我就不管了 向辉 向辉怎么了 你没觉得 她对丫丫还不太死心吗 这我知道 那看你这意思 你就是想任由她们发展 当然不行了 你要多管着丫丫 尽量少要让她俩见面 反正都给我盯着点 我可没少给你好处 别关键时候掉链子了 我是那种人嘛 我肯定会站在你这头的 绝对不会让向辉跟鸭鸭有任何瓜葛 万一有什么情况 你还可以先斩后奏 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他们 绝对没问题 就是啊 最近手头有点紧 其实前些日子想找你那种 一看你们家出那么大事 新闻里头天天是头条 我是真没好意思 后来一想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们同家拔一根寒毛 也比我毛希林的腰粗不止 毛希林 你除了趁我打劫 你还会什么呀 行 要多少 一万是吧 待会转给你 你再猜一会 十万呢 你也太狠了吧 一百万 一百万 你疯了吧 那就乔一航算了 急事 坐下 你看看那一百万 值不值啊 鸭鸭虽然已经结婚了 但孩子是向灰的 这事只有我知道 真的 我要不跟别人说 他就没人知道 你要胁我 还真没这意思 我就是啊 人穷至短 你看人家向灰 现在混得也挺好的 他万一要拿钱来套我的话 我一直理由不坚强 要招了呢 行 算你狠 要不这样吧 一半行吧 一半 行 那孩子的事 我也留一半 说一半 行吗 不行 真不是个东西 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个东西 其实想想 原来要是让向灰跟丫丫在一起 现在一家团圆 不错 好 钱的是我想办法 这可是我最后的继续 你给我记住了 如果让向灰知道孩子的事情 我会跟你拼命的 好 咱们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你 我走了 赶紧滚 让开 你 喂 瑶瑶 咱俩见一面吧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怎么还来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说好什么了 你说了并不代表我的同意啊 而且这儿 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两个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走吧 这个公司是我们两个的 而且我们两个曾经发誓 一定要把公司办好 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所有的事都到此为止了好不好 刘虎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不是你说一句结束就可以结束的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一见面就吵架 Lisa 麻烦你告诉她 一直以来我为公司都做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说 刘总 雨琪姐确实是一直在为公司拉业务 公司之前百分之八十的设计项目 都是她从佟建博的子公司拉过来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 雨琪姐不让我说 这不是还把您生气吗 我们都是为了公司好呀 为了公司 她也为了公司 你们两个都为了公司好 你们都明事理事大体 我真觉得公司应该交给你们两个就好 我在这干嘛 我走了好不好 刘虎你不要闹了 现在七星级酒店马上就要审核通过了 这个项目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公司 那都是有天大的好处啊 公司的事你别再插手了好不好 凭什么 我为这个公司付出了多少 你不是不知道 我和雨琪认定的事情 我就绝不会放手 你不要忘记 公司里也有我的股份 七星级酒店 我管定了 叔叔 找我什么事 我还要回单位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我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留伙 小慧 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呀 不是留伙的那是你的吗 我还不会傻到那种程度 我被你抛弃了 我嫁人了 我还还你的孩子 我凭什么呀 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啊 你也不照照尽的你是谁啊 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是 你说的是 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我 只要你心里痛快 晓辉 我现在很幸福 无许以骂你来取乐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更别痴心妄想 孩子是你的 我又要不要打扰的 我让你带的那个跳舞的曲子带来了吗 我没带 你带的那个跳舞的曲子带来了吗 我没带的 我现在这个时间怎么打发呢 我就真的不能自己一个人静下来 满脑子都是小乖乖小小的样子 不知道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也不知道她三餐奶吃饱了没有 还有现在天气这么冷了 也不知道她的衣服穿得够不够暖 还有啊尿片我不知道每天垫着小屁屁会不会敏感 她到底想不想我呢 哎呀薛姨 我看啊也只有你这么关心这孩子 你没注意啊火哥从来都不紧张 你说有哪个亲爹不亲自己孩子的呀 你有病啊你啊 一大清早这么去的事你都说得出口 你是不是想提早回老家呀 薛姨 薛姨 李主任小宝 薛姨 李主任 那天这么冷还出来锻炼啊 锻炼锻炼习惯了 多冷啊 屋里暖和暖和多好啊 每天不出来动动 完全筋骨都不能啊 是吧 那您除了锻炼在家里头干什么啊 我就是跳跳舞啊 跳跳舞然后唱唱歌 然后再来电影 电影是不看的 好 那那那那车呢 你可讲道讲了 小青来我们家这么多年 就直到在家里面呀 洗衣服烧饭哪 打扫卫生哪 我告诉你电影院长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 什么披萨啊 汉堡 从来都没吃过 啥不啥呀 李主任 不知道您有没有空 有空的话 不妨你带小青去见识见识 有空啊 哎呦喂 我谢谢您了 薛姨 自打我到咱们小青工作 我觉得您是最好的人哪 你刚才那话说的我写都热了 那我带小青看个电影 去学椅 我不去 小青 告诉你青 你都该交朋友的时候了 这么大了 是不是 而且朋友 必须什么样类型都交 你才能分辨 你到底喜欢哪一类型啊 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哪 你别看他长那个样子 逗你乐的我告诉你 去去去去 去吧 来 主任 小青交给你咯 好嘞 好吗 咱们看电影呢 煮饭呀小青 你放心 青啊你尽量的去玩 今天伙哥不回来吃饭 所以不用你煮饭 主任啊 电影 KTV 汉堡 披萨全包了啊 我全行啊 去吧 给他吃个披萨 好嘞 好嘞 我连发便名都给他买 走走走 走走 我不去啊 走的 走了 学姨 没事 学姨 没事 学姨 学姨 我不去 没叫你学姨 遭响 早看片去 何雨棋 你知道吗 如果可以 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你今天叫我来 就是要杀我的 杀了你怕脏了我的手 我哥也真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做了这么多缺的事 你不会良心不安吗 我要是你 我都没脸活在这个事件上 恶心 童话 你不要逼我把话说明白了 你背后做的那些龌龊的事 你不要当我不知道 抢闺蜜的男朋友 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你都做得出来啊 你 怎么 说到你痛处了 你想怎么样啊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向辉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乖乖地听你的话了 也许下次知道的 就不只是我了 还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毛鸭鸭 你懂什么 我和向辉那是真爱 像你这种女人 你懂什么叫真爱吗 你害完了我哥 现在还想害我吗 你跟向辉那点事 我实在是没兴趣 但是你跟我是一路的人 为了爱情 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放心 你的那些秘密 我不会随便说的 但是你要给我记住了 我不欠你们同家的 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了 口里勋气见见我哥吧 口里勋气见见我哥吧 我 hätte不见了 这些秘密